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豆腐丸子汤的做法 做出的豆腐丸子,吃起来有嚼头,又不会散掉 先准备两个西红柿,顶部十字画刀 用沸水烫一烫 再准备木耳提前泡发,三朵香菇 水开后下进来,焯水三分钟左右,去除里面的草酸 然后控水捞出 现在准备一块老豆腐,把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小小的丁就行了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先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再切成末 准备好的三朵香菇,也把它切成末 最后呢,再切点葱花 所有食材全部放一起 西红柿去皮后,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先单独装入盘中 接下来开始调味,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食用盐,鸡精,十三香,白胡椒粉,蚝油 先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向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现在分次少量,加入面粉 我这里用到的是普通面粉 一定要分次少量慢慢的添加 加太多影响口感 加太少的话,豆腐就不会成团 一直加到像这样,变得比较粘稠 从糊口处,能够挤出一个比较结实的丸子 就行了 油锅烧热,爆香葱姜蒜,下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汁,加入清水,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把木耳下进来 再加入蚝油,生抽,鸡汁,盐,调下位 现在转成最小火,向里面下入豆腐丸子 丸子做完后,先不要急着搅动 一直开小火煮三分钟,使之定型 定型后再转成中火,用铲子沿着锅边轻轻搅动一下 直到所有的丸子全部浮起来就行了 吃的时候可以向里面加一点蒜酥,增香 这样做的豆腐丸子,吃起来有嚼透 个人感觉比吃肉丸子还要舒服 汤汁喝起来也美味 做法简单,口感清淡,营养,好吸收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 我是阿胖,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